五行一词可能从上古的时代就产生了 但它具体的内涵却是后人逐渐添加进去的 五行的五种物质来自人们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和总结 比如说金属融化之后会变成液体 金生水 用水进行灌溉就会使树木生长 水生木 燃烧的木材就会产生火 木生火 火把东西烧光了就会产生灰烬 火生土 金属矿物一般都埋藏在土里面 土生金 用金属制造的工具可以砍树 金克木 树木会吸收土壤中的养分 木克土 冰来降荡 水来土掩 土克水 水能灭火 水克火 火又能把金属融化 火克金 这样的理论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 一些学者们就用它来演绎和解释历史上新旧政权更替的现象 以及相互衍生的关系 比如说皇帝是土的 所以地里冒出一条巨大的蚯蚓 下雨是木的 草木到了秋冬也不凋零 商汤是金的 所以出现了金属做的兵器 周文王是火的 所以有火红色的鸟叼着上天赐予的赵书来的祭祀的地方 据此推演 那么在周之后的政权便一定属于水德 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 便形成了武德中史说 武德中史说是在战国后期的形式下应孕而生的 当时的各国君主都在决住天下之主的地位 一些文人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构建出了这样的一套理论 让统治者能够对号入座 增加自己政权的合理性 当某种相应的祥瑞征兆出现的时候 便声称是预示着天命所归 秦统一了天下之后 秦始皇对这样的学说非常认同 但当时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吉兆 于是便把故事向前说到春秋初年的先祖秦文公的身上 说他打猎的时候曾经获得一条黑龙 周是火嘛 秦取代周是水 水能克火 而水对应的是黑色 所以秦朝的服饰 旗帜的颜色都以黑为最尊贵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